总统都救不回来的游戏 2015年的3月21日 冰岛的总统接待了来自中国的五名玩家 并向全世界推荐了这款游戏 它就是EVE 但为什么说它救不回来呢 这款游戏可以说是目前大部分玩家们公认的难度最高 惩罚机制最离谱的游戏 游戏中的市场也完完全全的由玩家自己掌头 就比如说游戏中的一把战剑 日常的售价可能是在7亿到8亿游戏比 而如果这个时候是在大战的情况下 就会直接飙升到50亿 就是这么不要脸的坐地起家 那游戏的惩罚机制就更离谱了 一般的游戏如果你死了 基本上就会让你掉点装备 有的甚至只是单纯的从家里复活 但是EVE不一样 如果你死了 它让你的财产直接归零 传报了 所以也是创造了玩家们口中非常著名的 一夜蒸发了上百万人民币的四九会战 如果你们现在想看看这个四九会战当时有多惨 可以来我直播间 所以以上种种EVA的设定 让很多的玩家们只能是望而却步 即使冰岛的总统推荐了这款游戏 在线的女星就是非常惨大 你说去问问吧 没几个人玩过这个游戏的 真的 因为去告诉这样子 你玩过的最不远是你的游戏是吗 我会遍到我的游戏是吗 好